欢迎回到独立特派人的节目现场 不管在国内外 现在许多婴儿都还不会说话 手里就握着一只手机 而且滑得很起劲 这些东西对父母来说很好用 因为声光效果很容易吸引孩子的注意 可以自己玩上好几个钟头不吵人 但是3C保姆毕竟无法跟温暖的人际互动相提并论 幼教老师跟精神科医师发现 有情绪障碍的孩子越来越多 推测原因之一可能就是大量使用3C产品 这些孩子动不动就跟人起冲突 以哭闹来表达不满 还有人拒绝上学 而伤透脑筋的家长慢慢摸索自己设计课程 让孩子在假日借由运动 来发泄过多的能量跟情绪 从慢活的哲学当中找回健康人生 什么是腿锐症啊 什么是腿锐症 就越差我们两个就越害怕 一开始眨眼睛 然后他会不自觉地一直挖鼻孔 他可能对自己比较有信心 因为在我们足球队里面 其实这样的小朋友其实很多 如果更严重那会打他 你今天打球不开心吗 星期六早上九点所有的学校都放假 只有这群假日小学的孩子 一大早迫不及待到学校 他们来自新北市板桥国校 受不了都市高度竞争的铁牙石教学 这群妈妈看重淡水 平原小学的好山好水 鼓起勇气向校长借学校 他们在这里扎盈素膝 实践自己和孩子们的慢活计划 请你看看我们的超越会的草 是哪一种草呢 树菊草好 树菊草还有没有被你发现呢 我们中山其实人数很少 那我们的空间虽然很小 但是呢资源是可以分配出去 让更多人来享受的 那因此呢 这样一拍集合的一个状况之下 我们就有一个发想 是不是在假日 我们自己的小孩子 没有活动的一个时间点里头 把空间抹出来 让他们呢 能够按照着他们自己的一个想象 然后开设一定要体验的一个课程 假日慢活小学的课程 由妈妈们自己规划 这天一早他们忙着夏田 种夏天要吃的茄子 这是什么 紫窝菌 紫窝菌啊 这是你第一次种的 她辛苦要找到妈妈 找到什么 你刚刚跟阿姨说 你刚刚跟阿姨说 你第一次种的是什么 紫窝菌 你第一次跟阿姨说 它长得像什么 蝴蝶 蝴蝶 木耳 你以为你 你最早以为它 它是木耳哦 对啊 是木耳还是紫窝菌 不重要 之前 俊熙妈妈不懂 为什么这个孩子 每天在学校跟同学吵架 不肯写作业 不肯上学 为了她到处找医生 没想到 这些日子 只是带孩子从都市水泥丛林的环境走出来 面对大自然 俊熙的改变超乎妈妈想象 后来 俊熙妈妈干脆带着孩子 转学到中山 我一直在找 为什么我愿意这样子跑一个小时的路程来上学 是因为我觉得孩子快乐 那像我们大人一样啊 我在这里我做得很愉快 所以我愿意做 小孩其实学习也是一样 你看他很愿意学习 他很快乐 然后他很享受在这个空间环境 然后这个空间环境在给他什么样的学习跟知识 其实他那个接受度就比较高 其实在都市学校 像俊熙之前这样排斥上学 有情绪障碍的孩子还真不少 今天要做什么 开放在这里 我之前禁了 那个不是要丢掉吗 是喔 因为我不想去喔 就直接丢了就带了 然后老师就在这里 我要叫我帮忙去 对啊 就丢 就在这里 在这里 像冠林之前也常常在学校跟同学打架 比方说 谁抢了他的东西 或者是谁把他的东西弄到地上了 那他没有捡起来也没有跟他道歉 那以他之前的状况 他会很生气地站起来 去揪那个人的林子 然后要跟他去打一场 那别人跟他有冲突的时候 他就用尖叫的方式 去把那个情绪宣洩出来 比较歇斯底底地吼叫 然后会 会把自己关在那个情绪里面 就是走不出来 高度竞争的都市生活 压得大人和孩子喘不过气 他们在这里自己种菜 自己煮 希望给孩子一种放慢脚步的健康生活 一 我想二 路边 三 回到都市 这群妈妈还组了一支足球队 让孩子每天放学后 可以尽情奔跑快乐踢足球 一开始是社长减眉灶 为了让土睿症的儿子减轻压力 找了六个家庭一起踢足球 没想到的竟然在学校掀起一股足球热 现在有一百多个孩子 特别的是 里头有好几个妥瑞症和过动儿 像李远桥的眼睛 没事就这样扎不停 就是典型的妥瑞 那我们的小朋友其实 你说他其实一开始扎眼睛 然后他会不自觉地一直挖鼻孔 那可是你说 你说他其实 他其实不干扰别人 我也觉得他不会干扰别人 可是在老人家 在别人的眼里 在别人眼里 他觉得说 你妈妈为什么没在叫 他们只能挖完鼻孔 还在那边吃鼻子 他这样子 同学就会学你 你在说什么 你在说什么 同学就会学他 这其实是一种 就是别人在取笑他 所以你说不影响别人 可是别人会把他拿来开玩笑 在台湾有一句话 叫做丢高 就是形容一个人扭来扭去 扭个不停 有时候甚至像中了鞋一样 这样的形容词 跟妥瑞症相当的类似 在台湾 很多人不知道 什么是妥瑞 但是网路上有很多案例 就是像刚刚这样 会扭一下这样 妥瑞 虽然他困扰是 他们会一直重复一些小动作 譬如摇头晃脑 学出教 或是骂脏话 医学上称为TIC 我自己都会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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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自己都会想头 我点头 还有 现在是会这样 他会这样 一般父母或是学校老师 都会强力制止孩子这些行为 不过强力制止 只会造成他们心理压力 让症状更严重 找工作 就是比较 都没有应征上 像我去很多便利商店 他们都没有要 异样眼光 我现在就是 继承我爸爸开的那个 我现在就想说 让那个规模大一点 所以我想要弄那个 彩卷 小朋友 你不要忍 如果真的要动 你就让他动 对 这样才可以清楚 有科学家对 妥瑞人的大脑 进行分析 发现他们脑部 仿佛有用不完的能量 身体才会一直抽动 并且常常跟人家 发生冲突 姐妹早也希望 借由足球 消耗他们的体力 减少这些行为发生 其实足球向下向起 我常常都这么讲 他就是有部一个局 然后有每一个人的位置 然后在这里面 你要取得怎么去进攻 他一开始是对名次 是非常在意的 而且尤其是对于 第一名几分 第二名几分 谁赢了几场 然后谁设计了几球 他自己有没有设计几球 他会很在意 所以一开始 他会从蛮长跑的一个小孩 因为他就是要去抢到那颗球 然后为了要把他设计 就是要当那种 没够设计球的那样子的一个人 到后来他可以就觉得 没关系 我就守在这里 也许我一整场都没听到球 但是我把我自己的位置 是固守得很好 那就是为这个同侪 这个团体尽一份心力这样 足球需要战略和计谋 可以让土瑞和郭冻儿的大脑 消耗较多能量 而他们也在这种非常强调 团队合作的竞赛中 学习控制自己的情绪 不要这样子 要这样子 妈妈渡边生气了 大家调整他的情绪 因为可能是在比赛过程中 互相擦撞问题 所以这一点这一块 他必须要去学习的 所以就让他发现一下 那你现在进步很多 你现在可以从这么长的时间 控制到这么短的时间 打谁 打谁 那你这样子你不对 那如果对方受伤怎么办 那你这一块可能还要再学习 原本住在日本福岛的渡边 因为核灾搬来台湾 小小年纪受不了这么大的压力 使他过动的症状越来越明显 我发现我的小孩 他虽然很开朗 可是某一块他不愿意讲 那不愿意讲 我也不想去 整个讲 去硬要去知道他这一块 可是我可以感受到 他现在目前是担心他的爷爷奶奶 因为还在 他们是日本人嘛 还是住在家乡 这是没有办法的问题 那当初我的婆婆也跟我们讲说 不用去担心他们 因为毕竟他们老了 我们只要把他的孙子顾好就好了 所以刚面临到这个话题的时候 我婆婆讲了这句话 我就好 孙子比较重要 我把他照顾好就好了 所以这件事我也跟渡边讲 那他会担心他的爷爷奶奶 你今天打球不开心吗 渡边以前遇到不开心的事情 会用吼叫的方式来悬写情绪 让学校老师很头疼 如果说我在团就像刚刚那样 他真的自己把镜头遮起来 如果更严重 他会打他 真的就是这样子 这个社团 很多孩子都有情绪障碍的问题 遇到孩子发飙 这些妈妈会先抱住他 让他有安全感 他们请专业医生到学校演讲 希望老师能够了解这群孩子 特殊的行为模式 加油 打一队 加油 打一队 加油 打一队 过动而和土瑞的孩子 经常不按牌理出牌 不喜欢循规道具 常常会跟人家打架起冲突 是老师们眼中的问题人物 他们在学校没有成就感 人际关系也不好 经常受到排挤 姐梅早一直想办法 帮这些孩子找表演舞台 建立自行星 六年来 梅早的孩子也很能感受 妈妈的用心 为了我做了足球社 为什么 因为我有妥瑞症 比较容易控制 怎么说 就比较容易 不会那么容易发脾气 要说自己有妥瑞症 真的不容易 之前 武晨没走几步路 脚就要蹲一下 对他这种刚开始 非常重视外表的年龄来说 挫折很大 不过 武晨已经学会勇敢面对 记得有一次 他又遇到别人不解的眼光 武晨竟然能够鼓起勇气 告诉对方 他是妥瑞症 然后当我回家的时候 把真心在告诉我们家爸爸的时候 其实我们两个是一起哭 我们两个是一起掉眼泪 因为是觉得 孩子真的是也勇敢 他也在思考 其实当别人在看他的时候 他其实自己是有感觉的 可是这时候 我不会去教他逃避 我反而教他去勇敢地面对 土瑞症在全球发生的比率 大约是两百分之一 类似这种挤眉弄眼花鼻孔 甚至故意唱反调 这些孩子的行为经常被误解 姐没找希望 透过足球社 让更多人了解 土瑞的内心世界 感谢